美国中情局的这段招募视频配有俄文字幕和配音 中情局配文表示 他们希望收到俄罗斯军方官员 情报专家 外交家 科学家 以及了解俄方经济和领导层信息的人来信 并附上了如何匿名与中情局联络的说明视频 对此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强调 俄罗斯相关部门正在追踪西方间谍行动 美国中情局去年5月就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过类似的招募信息 俄罗斯国家动马调查外国干涉俄罗斯内政的委员会主席 瓦西里·皮斯卡料夫当时表示 中情局尝试通过互联网从俄罗斯人获取信息属于犯罪行为 皮斯卡料夫还表示 在西方对俄罗斯展开混合战的背景下 外国情报机构的活动 包括寻找潜在间谍的活动 大幅增加 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馆则表示 中情局公开承认有意招募俄罗斯人 证明了华盛顿试图从内部削弱俄罗斯的敌对政策 俄驻美大使馆指出 这更使人们相信 乌克兰危机是由美国在背后煽风点火的 目的是在战略上搞垮俄罗斯 而是在战略上搞垮俄罗斯的敌对政策 在战略上搞垮俄罗斯的敌对政策里面的 通知的敌对政策来的 我们下期的敌对政策来的